其實據說普丁最近這個 當然他氣急敗壞 因為現在這個烏克蘭 怎麼樣都拿不下來 而且很可能他的政權 也會面臨到空前的危機 所以昨天他突然大罵說 在俄羅斯境內一些親西方分子 他說這些是人渣 這些是叛徒 所以很多人認為 普丁也許在國內一場 政壇的血洗行動 馬上就要開始了嗎 對 其實最早跟外界 而且發表說據他的觀察 普丁似乎精神狀況有問題的 其實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而且法國外教官也對外這樣講 因為他去跟普丁見面的時候 他覺得普丁很奇怪 尤其他精神狀況 就是情緒不是很穩定 那現在更多的資訊出來了 他跟馬克宏在上歷史課 哇啦哇啦講 講了非常多的歷史 歷史教訓 結果馬克宏非常的錯愕 那現在比較有長的一段 他的談話 跟他的精神狀態 我們可以觀察 就他3月16號 他在克里姆林溝 他發表了演說 他其實就是以為自己 跟整個俄羅斯是受害者 因為長期受到西方霸權的欺凌 那他指控這些西方霸權者 他們就像飛進他嘴巴裡面的蟲子一樣 當蟲子飛進嘴巴裡面 把他吐出來嘛 他就他們就像蟲子一樣 我要為人所唾棄 所以罵他們是人渣 罵他們是這個所謂的叛徒 所以呢 他說他們所有的這些動作 包括受到經濟制裁 包括有所謂的軍事衝突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這樣來的 那再者他在俄羅斯境內 他說這也是無可厚非要進行一場什麼 社會清洗啊 就是說在這樣一個處境當中 就看看誰是這個叛逃者 所謂的叛徒 那又從中去找出誰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就是這兩段談話你會覺得說 哇 這個戰士已經打到這樣一個狀況 而且傷害多少無辜的生理嘛 他們自己也死了七千多個 已經犧牲七千多個他們的戰士了嘛 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這樣子獨斷 那所以有人就在探討說 那這兩年普丁他怎麼了 對 那你就知道之前有一個作者 他跟那個普丁他們親信圈混得很熟 他之前都出版一本叫做 克里姆林宮的手下們 簡單來講就是普丁的手下們 因為他一定要跟這個親信 在這個親信圈混 他才有一些不具名的消息管道 而他自信說 我每次寫的都是這樣 很精準 那後來他陸陸續續在這段時間透露 他就找到根源 就是說這兩年呢 兩年從2020年到現在為止 說普丁一直獨居在他的處所 他處所在哪裡 在基輔跟我們講的聖彼得堡中間的一個湖 叫瓦袋湖邊 他就一直住在那裡 那你一個人在那邊住的話 當然他會有一些私人的這些服務人員 或者說能夠晉升的禁衛軍 譬如說我們講的警衛 可是他也戲弄那些警衛你知道嗎 他與世隔絕難以接近到什麼地步 他會叫那個警衛 嚴格規定他們不能經常來說 有事我要報告我要見你 至少要隔離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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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包括他私人秘書 就這個人就講說 有時候一個月 一個月四個禮拜 就常常看他一直在隔離 不是疫情那種隔離 是要間隔 就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 他常常在這邊隔離 而且只要見到這些警衛 他希望他們怎樣 他喜歡 暴衝之後看他們的表情 看他們那個 我普丁說了什麼 他們都說是是是 然後一副手足無措 很倉皇 而且微微乌乌那個樣子 他喜歡這樣子 那這是普丁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才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說暴衝 有侵略的行為 所以就某種程度是 在一個這樣 他的一個情緒精神狀態裡面 鑄下了這一場的災禍 我們再看他不管是跟馬克宏 還是跟他的國防單位的幕僚 他只要開會的時候 他坐得一頭一尾 坐得非常遠 那另外他疑心病加重 非常重 他本來有一千個 已經是私人的工作人員 幫他打理生活起居 結果突然間 把這一千個全部換掉 就像古代的帝王 他擔心 因為這些人可以晉升 最近就是準備食物給他 怕裡面有下毒 所以這就是一個 自己封閉在這種 思想圍禮裡面的一個普丁 俄羅斯內部反戰的聲浪在一起 多少俄羅斯的媽媽 我的孩子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甚至為誰戰死 都不知道 所以你的俄羅斯的媽媽 現在對普丁 當然不能夠原諒 無法饒恕啊 對我看整個俄羅斯反戰的 異議分子他們被抓走的 有一萬四千多人 那大部分是年輕人 那很少看到老人 是因為他們的老人 大部分看國營的電視台 都被洗腦了 他們某種程度 認為這是普丁的正義之戰 然後烏克蘭是自導自演 包括他們看那個說 有侵襲的這些新聞等等 所以那個被洗腦的非常厲害 而且他們普丁想什麼 譬如說西方強權對我們的霸凌 那還有包括北約 他對我們的侵略等等 他們都相信 那可是呢 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下 反戰團體中間 如果出現老人家的話 非常特殊 我們就看到這個俄羅斯的媽媽 他的兒子22歲上了戰場 他那個所處的軍團 被殲滅只剩下10個人 只剩下10個人 那我之前講了一個總數說 俄羅斯的軍人 他們上戰場死的 這個死亡數字 現在是7000多人 這已經是超過20年來 美國入侵伊拉克 在阿富汗作戰 總人數都還要超過 所以做媽媽的 你看他在人群當中 他是很快速的舉出 他兒子的這個影像照片 馬上就收起來了 因為他如果被發現的話 他很容易也是會被逮捕 他跟普丁嗆聲 他說請停止屠殺 我的兒子不過還是個孩子 真的 對也是一條生命嘛 而且跟他失聯了20幾天了 完全四生四死 這個做母親的不知道 這是俄羅斯的媽媽 我在跟大家講就是說 另外一個烏克蘭的母親 下面這一位 他本身是軍醫 可是為什麼他有12個孩子 他生6個 其實也是多產的媽媽 他另外收養了6個孤兒 所以媒體都用12寶媽 來形容他 來形容他 超有愛心 那他上戰場 二話不說第一時間就上戰場 可是呢他不幸被炮彈擊中了腹部 或許是因為他軍醫的身份 他到死前的那一刻 他都還是不斷地在救戰場上的跑者 好感動喔 他在蹲內刺客作戰 他家離得不遠 可是家人沒辦法幫他收屍 是因為戰士戰火還在發生當中 那上面這一位韓毅的這個演員 我們都很熟悉了 因為最近不斷地有人提到他的故事 而且英勇的事蹟嘛 33歲 那這個帕夏里呢 他也是有幾種職業 除了演員之外 他還是主持人 他也幫那個像哈比爾的一些電影配過音 所以他非常知名 含義的 那這一次呢 他也是因為他在烏克蘭嘛 他也是上了戰場 上了戰場呢 他的這個事蹟就是說 在基府那邊有一個小鎮 叫做伊爾平 那邊也是受到這個轟炸嘛 也是受到這個攻擊 他主動去上前線喔 去幫助他們可以逃離這個戰士 結果呢 當然有一些老老少少的 他都盡可能帶他們離開 可是最後發現他的屍體 為什麼 因為他在帶領他們逃離過程當中 他身上 你看他穿軍服嗎 他有防彈衣 他給小朋友穿了 結果他不幸就是在這個戰火當中身亡 那本來遺體都有一段時間沒找到 5號 3月5號找到了 然後陸陸續續的才知道 他屍體上面 原先有防彈衣 後來沒有了 在小孩子身上 那他死的時候 他那時候 懷裡面還抱著那個平民 天啊 對就是說 你就可以想像那種戰士之可怕也可惡 但是呢我們講說 戰爭他會有勝利死別 也會有這些故事傳出來 好悲壯